一样的街道,一样的城市,一样的建筑,一样的天空 但是街上的人总不少了很多 因为我们现在到了波士顿 我们现在到了费城 我们要干嘛呢?我们要吃饭 我们现在到了我们今天费城的第一站 Oyster House 是修建于1875年的当地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老牌生蚝店 而我们今天坐了两个小时的车 主要就是吃生蚝 虽然一会儿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但是主要就来吃它的 就是为了这份美味 那我们赶紧来看一看这个生蚝到底好不好吃吧 梅味吗? 很稳一 不远万里,就是来吃这一口生蚝 我已经等不及了 太清爽了 我本来想着空腹吃生蚝不让肚子不舒服 但是它生蚝是甜的非常鲜美 还能感受到肉在蠕动 新鲜 美味 没有白来 刚好 刚好 我们今天点了五种 然后把它吃完盖下来 大家可以从壳上面看到它们有一些不一样 虽然也说不出来 然后我们觉得这五个里面 前两个最好吃 我们决定再点一些 然后就吃正餐了 以后大家来认准这个 就是菜单上第一个 当地纽约西产的太好吃了 我又点了两个又吃完了 甜甜的太美味了 空腹吃了七个生蚝 有点舒服 但肚子有点在叫 来玩热腾腾的曼哈顿 以前喝的都是这种 新英格兰的桥子 奶香奶香的 原来曼哈顿就是加了番茄 味道也不错 蛮开胃的 圣诞节回洛杉基 长了快有七八斤 然后最近在减肥 所以点了一个特色 龙虾沙拉 我们赶快来尝一尝 拿在手上 哇 龙虾肉爆满 龙虾肉太Q弹了 配上现烤的黄油面包 送进嘴里 看着眼前的一大盘 减肥第一餐 成功 然后总共吃了188加小肺 为什么是188呢 因为要发发 为什么要发发呢 那我们答案马上揭晓 我们现在来到了Rivers Casino 要发发 加油 出 中 来时的时候有多么开心 走的时候就有多么伤心 你今天赢得怎么样 还好 赢了小钱 还可以 来的时候开心是五 现在是六 OK 不错 好吧 不错 我的话今天小叔八百 就在后面这个女房 Rivers 不过今天的大巴定的是晚上十点钟 所以现在才三四点 还有时间可以消磨 我们去看一看费城 晚上再看看干嘛 嗯 嗯 嗯 据一项研究调查表明 每输一百块钱 会损失身体里八分之一的多巴胺 这一口给我补充一半左右 太快乐了 现在随着多巴胺的level 逐渐上涨 我想一会儿再杀个回马枪 把输的都拿回来 看到乔治华正顿的雕塑 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在哪了 我们到了冰大 冰大就是美国的湖畔大学 这里孕育了很多科学界的不对 商界的人才 在这里享受一下呼吸一下这种金钱的味道 希望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转颓势 身体里的多巴胺通过甜品不回来了 但是精神上的还差一点 我们来看书吧 好的 书 好书 在这个书店反省一下 今天打牌总共是输了三手大的 一个是AQTPTK撞上了别人的KK抽队 输了300 然后 AQTPTK撞别人铜花 输了400 然后又一个什么TRIPS 又输了一个铜花 你说冤家吗 有点冤家 你说可以缝吗 我不知道 但是 不要气了 我刚刚在冰大的书店里找到了这本书 我刚刚把这本书看完 这本书讲了一个牧羊人的故事 他告诉我们 只要你想 全运者都会联合起来帮助你 达成你的目标 在看了这本好书以后 我相信 刚刚输的钱 都是显示 我会已经更多的回来 那我们拭目以待 我现在在厕所 但是为什么厕所 的男性是个扑克牌呢 因为我又回到了赌场 我要再战 我要把输的都拿回来 我是沉迷的赌徒 现在是十点二十 我们来到了车站 刚刚三四个小时 赢了一百 打发一下时间 所以今天总共亏了七百 意思来 赌场感觉还好吗 好多好多 money money good money good money 可以 那现在我们要上车 上这个美国的Greyhound 周围的人看起来很sketchy 我还怕我现在说话很小声 我们在纽约再见吧 终于到纽约的家里了 点了个鸡肉盖饭 然后配个阿星的视频 快乐 今天虽然输了钱 但是这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的是我刚回家 看到了我的老板 今天下午之后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给我安排个东西 结果我不在家 没有看公司的手机 没来得及回复 然后现在十二个小时以后回复了 这在偷航里应该算是欢喜好吧 是欢喜 明天看看有什么触觉吧 但是在那之前 我觉得仍然有大心脏 我们该吃吃该吃喝该睡睡 对吧 哇 虽然现在是一点钟 但是 很快乐是一种顶级的享受 然后这期视频 我这觉得这个算是我纽约 还算enjoy的一个weekend的过法 所以觉得录下没有意义的 好了呢 记录一下记录一下 记录一下